若不是有法医 你怎敢相信 一个被大家认为死于医疗事故的年轻女子 竟然是死于非命 一起貌似医患纠纷的事件 最终演变成一桩离奇的谋杀案 从怀疑到镇时 你要有理由记才起 所有的要找到理论的基础 这样才能够变成一种证据 时间2007年2月23日 地点福建省莆田市 这一天 在莆田市妇幼保健院内 李某顺利产下了一名女婴 迎来了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个人 然而 谁也想不到 五天之后 原本身体健康的李某 突然出现了昏迷症状 生命垂危 不幸的是 经过医院的全力抢救 李某最终还是于3月1日凌晨去世 抛下了刚刚出生五天的孩子 短短五天时间 李某的家人经历了 从大喜到大悲的人生际遇 在悲痛之一 李某的父母也对女儿的死因产生了质疑 在他们看来 年仅23岁的女儿一直身体好好的 怎么可能生个孩子就突然病逝了 肯定是医院在救治过程中 出现了重大过错造成的 他们认为 女儿的死亡属于医疗事故 医院应该担负责任并进行赔偿 不仅如此 李某的父母还将矛头对准了 女儿的丈夫魏某墙 因为当时负责抢救女儿的 就是她的丈夫 同时也是该医院急救科的主任 然而 医院方面却认为 抢救李某的过程并不存在任何过错 并不同意赔偿 在双方僵持的情况下 莆田市公安局历城分局介入了死事 民警赶到医院发现 李某的家属正在追打着魏某墙 于是为了保护她的安全 就将她带回了公安局 与此同时 警方技术部对李某的死因展开了调查 医院的诊疗报告显示 李某是因为体内血糖偏低导致的休克死亡 正常来说 人的血糖一般在3.8到6.2之间 低于2.6 人就会出现休克症状 但是 法医发现 李某的血糖只有0.6 远远低于正常数值 根据多年的工作经验 法医感觉到 李某的死亡背后 一定另有隐情 据了解 李某平日里看起来身体十分健康 从来没有服用过降血糖的药物 而且在生孩子的过程中 也没有产后大出血的症状 虽然如此 但谁也不敢保证 她是否患有其他疾病 导致体内胰岛素分泌紊乱 引起低血糖 此外 李某体内的血糖 降到如此低的数值 也有可能是误服了大量 将血糖药 或者被直接注射了胰岛素 然而 不管是哪种情况 都只是猜测 法医在第一时间 并没有找到判断的方法 除非将尸体解剖 进行详细检验 但是 警方尸检的要求 却遭到了家属的强烈反对 在没有确定李某是非正常死亡的情况下 警方并不能强制进行事件 法医只好查阅相关医学资料 希望能找到相关的判断依据 确定李某究竟是因为自身疾病 还是外部原因导致的滴血糖 就在此时 公安局又发生了一件事情 被带回警局保护的死者丈夫魏某强 竟然利用上厕所的机会偷偷溜走了 而且很快在莆田消失的无影无踪 由于此时没有证据显示这是一起命案 所以警方没有花费太多精力 去追踪魏某强的下落 不过让民警感到困惑的是 魏某强为什么要跑 难道他与李某的死亡有关 于是警方对其进行了调查 民警发现 魏某强在妻子李某死亡之后 曾经行计匆匆地从医院跑回家 然后偷偷地从家中拿了一个塑料袋 扔到了垃圾桶里 民警很快在垃圾桶里 找到了他扔掉的塑料袋 里面是一些打完的针筒和空瓶子 为了弄清空瓶子里的是什么东西 警方立即将其送往相关部门进间谍 鉴于魏某强如此反常的行为 在警方的耐心劝导下 李某的家属最终同意了尸检的要求 法医立即对李某的尸体进行了解剖 对相关器官进行了病理检验 这个死者没有发现可以致命性的疾病 第二个 以线是正常的 胰岛数目没有增加 因此就可以排除了他自身的疾病 通过详细的尸检 警方初步判断李某是由于外部因素导致的滴血糖引发的休克死亡 与此同时 魏某强扔到垃圾桶里的针筒和空瓶子也得出了鉴定结果 结果显示 针筒和空瓶子上面均残留有胰岛坐 这就说明 李某的死亡很可能是一起有预谋的杀人案件 而死者的丈夫魏某强则具有重大作案协议 警方立即启动命案侦破机制 全力寻找魏某强的下落 然而就在此时 警方却收到了魏某强的三封来信 民警判断 魏某强已经有了警觉 认为警方不能以涉嫌故意杀人对其进行抓捕 因为目前还缺少一个重要证据 如果继续对他进行追捕 必将打草惊蛇 此时有民警提到 在对魏某强住处勘察时 曾经发现了多张魏某强伪造的医学硕士学位证书和得奖的论文证书 于是民警决定故意声称李某的死亡是因为医疗事故 以涉嫌伪造事业单位印章罪对魏某强进行侦查和网上追逃 希望他能够自动现身 就是一直都在查他形状 但是我们表面上还证也不敢让他知道 就是看看这个魏之前能不能回来 与此同时 法医对证据的寻找并未停止 虽然事件证实了是外部因素导致了李某的死亡 但仍然需要依据来证明他是死于注射了胰岛坐 不然将来在法庭上很可能会出现争端 导致嫌疑人逍遥法外 然而 由于此案的特殊性 国内近20年的相关文献资料都找不到相关依据 这样的结果让法医非常焦急 有一种不知所措的感觉 但他相信 只要嫌疑人实施了犯罪 就肯定会留下痕迹 功夫不负有心人 经过长达两个月的努力 在4月底的一天 法医终于找到了能够证明 李某是被注射胰岛素导致死亡的铁证 由于魏某强迟迟没有现身 网上追逃也没有进展 在法医完善证据链后 警方决定主动出击 根据此前对魏某强的家庭背景和社会关系的调查 民警从其亲属的口中得知 魏某强很有可能潜逃在深圳 于是办案民警马不停蹄地赶往了深圳 在深圳警方的协助下 莆田警方经过三个月的不懈努力 也就是在8月7日 终于在保安区郊外将魏某强抓获归案 在大量铁证面前 魏某强弯强的抵抗显得无比软弱 最终不得不交代了自己杀害妻子的犯罪事实 在其亲自书写的字数材料中 民警了解到了案件的全部经过 原来魏某强1974年出生于湖北省大山深处的一个小村庄 自小家境非常贫穷 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 他努力读书发愤图强 靠着在山上挖药材 在煤矿做矿工 在建筑工地卖苦力 魏某强终于凑够了上大学的费用 在1999年 25岁的魏某强从河北医科大学临床医学专业毕业后 被分配到了湖北省某县城的人民医院工作 成为了一名年轻有为的医生 然而小县城安逸闲适的生活 加上在工作中不受领导重视 让魏某强觉得现状与他追求的理想相距甚远 于是在2003年 他与妻子离婚 独自一人来到了深圳的一家医院 由于工作能力突出 魏某强受到了院方的重用 但是他仍然没有满足 在欲望与理想的趋势下 在2005年魏某强从深圳来到福建省莆田市立城区众医院 当上了急诊科主任 在工作期间 他认识了身为医药销售代表的李某 两人很快便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然而好景不长 由于事业的稳步不前 加上身为一厢人 妻子的娘家也对他百般刁难 魏某强认为 继续待在莆田没有任何发展空间 便想继续去外面发展 没想到却遭到了妻子和他家人的坚决反对 可谁也没想到 在强烈的反对声中 魏某强的心里渐渐发生了扭矩 他认为妻子就是实现人生理想路上的绊脚石 于是在2月24日 也就是李某生产的第二天 魏某强便在莆田市妇幼保健院实施了第一次杀人计划 但由于胰岛素的用量不足 加上混合在其他药水之中 虽然李某有低血糖的症状 但很快便被值班护士发现 经过抢救 李某逃过了一劫 2月28日 李某回家坐月子 魏某强在家照看妻子的时候 便以打消炎针为由 再次实施了杀人计划 而这一次 他用了双倍的胰岛素 并且直接注射到李某体内 在李某休克昏迷后 他将妻子送到了医院 并亲自参与了抢救 但李某最终还是抢救无效死亡 看到妻子死亡后 魏某强便以照看孩子 为由从医院赶回了家 将胰岛素空瓶的外壳包装撕掉 然后连同作案用的针筒 一起用塑料袋装好 趁着夜色扔到了街上的垃圾桶里 至此 案件真相大白 谁也想不到 一个靠自己努力 从大山深处走出来的人 最后竟然亲手 毁掉了自己的美好人生 即使魏某强最后对自己的行为悔恨莫及 但大错一成 一切都为时太晚 等待他的将是法律公正的严惩